不知不觉 从第一届学习者教练毕业 到第四届学习者教练毕业 我被彩虹坚持走下去 因为我觉得万人学习者计划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运动 这次特别的感触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评估中 被选成为最佳学习者教练之一 这一届和我一起荣获最佳教练的还有 林嘉兴教练和水峰教练 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第四届学习者教练贝彩虹 我要感谢玉伯乐讲堂 主办万人学习者运动 也感谢张美香老师非常用心的授课 身为学习者教练 我要认真看待自己的声音 因为老师是全世界最应该了解自己声音的人 我一直以来都很欣赏声音有弹性 它有旋律感的人 接下来我要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 并好好用老师的五个方法去锻炼声音 尤其是老师说的声音上下楼 这次的教练培训 我鼓起勇气做第一次的教学示范 做了过后 我才深深了解到张美香老师说的 我到底要教会学生什么 从贝克进入课堂 开始满身做到教学力提换 我们都要很清楚了解 我们教了学生 他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活学活用我们的五个感官 是我接下来感同游戏部分需要磨练的地方 在学习者思维 我对老师说的一句话特别深刻 故事定型就是你的品牌诞生了 我看见自己一步一步的成长 透过反思 我愿意对外做分享 分享一个喜悦 我在20多位伙伴面前 用自己在学习者教练之旅学习到的知识 好好输出去 得到服务的反馈 与这份认可 让我更坚定的知道 这条学习者道路是要坚持下去的 谢谢大家 学习者道路上 小小的举动 也许可以温暖一个人的心 带来希望 感谢美香老师 给我的肯定 让我可以继续踏实走下去 带领我家宝贝们 和更多孩子走上 自主学习道路